每当夜幕降临女人就会躲在房间 一点点私下包裹她黑色身体的人体 从脚趾头延伸到整条小腿 再到腰部和后背 最后她用力往上一拉 她的整个身体就被完全包开了 女人一直伪装得很好没有被身边人发现 直到这天前夫需要出差 把双胞胎儿子送过来让她照顾 为了不被发现 她在脸上缠满了绷带 解释说自己做了整容手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看到儿子脸上仍然有怀疑的神情 于是她让他们先去房间休息 然后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出来 里面是儿子喜欢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果然在看到礼物以后 儿子十分惊喜也对她亲近了起来 女人也以她需要疗养为由 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规矩 首先不能在屋里大喊大叫 其次不能带朋友来家里玩 然后是不能拉开百叶窗 她的皮肤不能见光 最后是不能去她的卧室和办公室 以及后院的骨仓 虽然儿子有些不乐意 但这是母亲的命令 他们只能答应 安排完这些女人表示 他们可以去外面玩耍 儿子却叫住了她给了她一张画 上面是她跟两个儿子手牵手 还有一段他们想念她的话 这唤起了女人的母性柔情 晚上她陪着两个儿子 窝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 手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哥哥的头发 随后又给他们讲睡前故事 做完这些以后 女人准备回房睡觉 哥哥突然叫住她说她没有唱歌 从前她每天都会唱给她听的 女人拒绝了说时间很晚了 让她早点睡觉 说完就离开了 她的意样被哥哥察觉 哥哥问弟弟 有没有觉得母亲跟以前不同了 是不是因为太久没见母亲不喜欢他们了 弟弟安慰说别乱想 他可是他们的妈妈怎么会不爱他们 次日他们去外面玩耍 跑着跑着就跑到了谷仓那里 虽然母亲跟他们说过不准他们到这玩 但这可是他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所以还是偷偷从窗户那溜了进去 哥哥爬上了阁楼 找到了他们从前藏在这的画报和玩具车 转头一看却发现 一个带血的毛巾和桶 旁边的木板上还残留着血迹 哥哥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心想难道这就是母亲不让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吗 正当他要凑过去看清楚的时候 弟弟叫他赶紧下来 原来母亲发现了他们 他一把抓住哥哥的胳膊 质问他为什么擅自来这里 尽管哥哥解释他只是进去看了一遍 母亲却对此大发脾气 将他推倒在地 说从今以后一律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当天晚上哥哥就做了噩梦 用手一摸被子还尿了床 本想去找母亲寻求帮助 却听到他在跟谁打电话 说他不想再伪装下去了 哥哥心中紧云大作 这个女人真的是他的妈妈吗 第二天哥哥跟弟弟说了这件事 为了查出他们的母亲是不是真的 他们做了一个简易的窃听器 准备偷听母亲的一举一动 晚上他们偷偷摸进母亲的卧室 准备把窃听器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却发现他们兄弟俩的合照被倒扣在桌上 这时母亲突然回了房间 他们急忙躲了起来 哥哥躲在了窗帘后边 看着母亲在镜子面前做各种妖娆的姿势 还跳起了性感的舞蹈 这跟他以往的形象大相径庭 突然哥哥又发现一旁的垃圾桶里有张画 他打开一看居然是他送给母亲的那张全家福 这下哥哥更加认定 外面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母亲 为了进一步求证 兄弟俩偷拍了一张母亲的照片 然后再拿出母亲以前的照片做对比 惊讶地发现母亲明明是绿色眼睛 现在却变成了蓝色 联想最近母亲一系列奇怪反常的行为 而且她的脸还天天裹着纱布不见人 让兄弟俩认定现在母亲是假冒的 他们试着给父亲打电话却没人接 这时母亲向察觉到什么突然来敲他们的门 说这几天她状态不好特意过来道歉 想要跟他们好好相处 兄弟俩害怕她不敢开门 只能躲在房间期待父亲能接电话过来救他们 可晚上母亲直接用钥匙打开房门 闯进房间掀开他们被子 让把手机交出来不准他们打电话给爸爸 见他们不愿意就直接硬抢 然后跑到楼下 丢到洗碗机里讲了一通 再把坏的不能再坏的手机丢到他们面前 警告他们要是再不听话 这部手机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经此一事母子仨彻底闹翻 兄弟俩回到房间用东西死死抵住门 哥哥不敢睡觉拿着玩具枪试图保护自己 楼下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鼓起勇气下楼去看 发现母亲敷着面膜在浴缸里睡着了 他试图看清她的真面膜 母亲却突然惊醒骂他一顿 哥哥急忙躲进房间 可母亲非常生气 他直接用暴力把门锁砸坏 怒气冲冲地走进房间 把他们劈头盖脸的教训了一番 哥哥再也忍不了 这句话引发了母亲的暴怒 他拉扯着哥哥去了浴室 直接打开花洒用冰冷的水对着他的脸冲 逼着他说他就是他的妈妈 哥哥又冷又害怕只能违心地说出那句 对方才终于冷静下来放过了他 母亲用冷水冲他的那个表情太过可怕 以至于哥哥当晚就做了可怕的梦 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哥哥被自己的噩梦吓醒 弟弟也很害怕说他们离开这里吧 于是他们当晚就顶着暴风雨出走了 夜里太黑雨又太大 他们走到邻居家想求助 但他们家没有人 于是他们从窗户那里爬进去避雨 尽管他们又冷又饿 但母亲给哥哥留下的阴影太重 让他误以为那只变成母亲的怪物追了过来 吓得他连连后退 直到听到警察叔叔的声音 他才回过神意识到自己错吧 来找他们的警察当成怪物 冷静下来以后 他们把母亲被人假冒顶替的事情告诉了警察 今晚的出逃和他脸上的伤就是证据 警察答应他们会把事情调查清楚 然后送他们去爸爸那里 但车开着开着哥哥却发现不对劲 这是去往母亲家的路 果然下一秒他就看见等在门口的母亲 此时的他已经摘下了纱布 露出了他本来的面貌 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 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是他的母亲 不是别人伪装的 此时母亲热情地接待了警察 然后说是他们兄弟俩不懂事 跟他闹了脾气才跑出去 哥哥脸上的伤也不是他打的是他自己摔的 这番话下来警察只觉得是家庭矛盾 送走警察以后 母亲来到他们房间告诉他们 不管他们再不喜欢他再恨他 永远都别想离开他离开这里 兄弟俩表面假装睡着了 但暗地里已经想好要给这个母亲一本教训 兄弟俩把母亲的双手绑在床架上 把他的双脚用胶带绑死 任他怎么挣扎也挣脱不了 他们怀疑母亲是别人假冒的 势必用这种方式让他现出原形 见他还是死不承认 哥哥直接拿出证据 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但他们母亲的眼睛一直是绿色的 被绑起来的假母亲突然笑了 解释说他每次拍照的时候都会带美童 不信的话可以去他的包里找一下 弟弟立马去他的包里翻 却没有翻到 哥哥十分生气 没想到但这个份上的假母亲还在骗人 于是他接了一桶冷水 又在冰箱里拿了一盆冰块倒进去 直接泼在了假母亲身上 把当初他用花撒充他的过分行为还回去 质问他真正的母亲去哪了 可假母亲还在嘴硬 哥哥彻底爆发了 他回到房间拿出了当初他画的全家福 这是他从假母亲的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他的母亲从来不会这么对待他的画 就算画得丑也会小心保存起来 一个爱孩子的母亲 会跟小孩一起玩游戏 晚上会唱歌哄小孩睡觉 曾经他的妈妈就是这么爱他 可这个假母亲从来没做过这些 他一定是冒名顶替的 假母亲哭着道歉想解释什么 哥哥却不想再听了 弟弟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赶紧离开 远离这个假母亲去到父亲身边 在弟弟的劝说下 他们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准备离开 可走到门口假母亲突然叫住他 他还是不舍回到房间 假母亲说他之前确实做错了 以后他会改正 他现在浑身抽筋让哥哥松开他 他一直动了恻隐之心 就要去给他松绑 却被弟弟阻止让他别被他骗了 还找了一双袜子塞到假母亲嘴里 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让他不能再骗人 做完这些他们准备离开 没想到那天就他们的警察 突然找上门回房 还让他们好好跟妈妈相处别人性了 兄弟俩用母亲外出 唯有把他们骗走了 随后弟弟再次催促要赶紧 就在他们背起行囊走出家门的时候 哥哥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他借口落了一把牙刷跑回去拿 这时弟弟也回来了想要解释 哥哥却听不进去了 他急忙跑上楼 回到了绑架母亲的房间里 给架母亲松了绑 然后跟母亲道歉说自己被弟弟骗了 可奇怪的是当他救了假母亲过后 门口的弟弟突然没了声音 哪里都找不到他 母亲却说他知道弟弟在哪里 然后带着哥哥去补仓 原来当年他们兄弟俩在这玩 哥哥不知道枪上了糖意外害死了弟弟 这件事给全家人带来的严重的打击 母亲得了严重的焦虑症和他们爸爸离了婚 还跑去整龙试图开始新生活 也因此疏忽了哥哥的心理健康 哥哥迟迟走不出弟弟离开的事实得了意想症 一直幻想弟弟还在人世还跟他在一起玩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 母亲一直试图让哥哥清醒 所以才撕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哥哥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推了母亲一把 没想到竟然把他推下了阁楼 他害怕极了 此时没有灯倒在稻草上 没一会儿就烧了起来 哥哥慌了求生的本能让他逃离这里 不顾一切跑了出去 身后的骨仓却燃起了熊熊大火 他的母亲也在火海中丧生 他崩溃大哭但一切为时已晚 恍惚间他好像又看见了母亲和弟弟 他们回到了他身边 告诉他没有关系他没有错 他们一家人还在一起会继续幸福下去